国大图将爱情定义为不朽的向往 历史正是对人类生活的不朽向往 以及回忆 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一切欲望的春天都不复存在 然而历史永在 只要我们试图去理解真正的历史 我们就走上了一条美妙的路 历史没有隐瞒 我们没有忌惮 史无忌惮 宋世南主讲 考拉FM出品 你们的倾听 价值连成 考拉FM的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听本期史无忌惮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宋世南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 比较宏大的一个话题 叫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这个话题呢 其实有一本同名的著作 这本书就叫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在几年前呢 是在国外出版 大概在一二一三年左右 有了第一个综艺本 是在港台发行 而在一三年呢 我就为这本书写过书品 一五年呢 这本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也被翻译 引进了中国大陆 只是呢 这个一本呢 有一些三节 即使有三节 这本书也被蛮多书品人 思维是好书 好像万生的老板 刘苏里 在数出今年一些被忽视的 或者被忽略掉的好书的书单的时候 也列入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这本书 这本书的一开始 就直接通过地缘政治的比较 来讨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个主题 作者就发问 为什么一墙之隔的地方 比如说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诺加雷斯 和墨西哥索洛拉省的诺加雷斯 我念英文的地名和人民都比较逊 各位海韩 就是说美国有一个叫诺加雷斯的地方 而墨西哥也有一个叫诺加雷斯的地方 一墙之隔 但他们的贫富悬殊 政治制度相差都很大 而放在我们亚洲来看 那么韩国与北朝鲜贫富悬殊 和政治与社会与公民权利相差也很大 还有历史上的东德与西德 柏林墙一墙之隔 我们以前食物鸡蛋 也有过一期专题讲 推到柏林墙 带内的微笑 那一期的评论 好像也是我节目中比较多的一期 朋友们感兴趣可以去搜索 听一下 这本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 美国学者戴伦 埃塞莫鲁和詹姆斯 罗宾逊 他们就一开始就发问 为什么很多一抢之隔的地方 但是他们的制度迥然不同 而贫富悬殊 也会如是大 而整个这本书 就围绕着国家 为什么会失败来展开的 这本书的书评者 有一位名人叫 钻石内蒙德 就是贾雷德戴蒙德 他有一本书也很出名 叫《枪炮并菌与钢铁》 视野很开阔 视角很独到 朋友们感兴趣 也可以去找来看一看 《枪炮并菌与钢铁》 算是一本科学史 社会史 社会变迁史 是非常可读的一本书 《枪炮并菌与钢铁》的作者呢 就评论这本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说 这本书的研究主题 是现代各国的贫富差异 这也许是当前世界 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这本书充满了许多迷人的故事 也充满了许多的悬念 书评者 贾雷德戴蒙德 并没有夸张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这本书的材料呢 确实比较丰富 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 我说这本书的作者 像是坐在一个 挂满事件地图的房间里写作 一脚踏着历史 一脚踩着历史 当然这本书 并不是没有一些毛病 在它的大量的 炫目的案例 与自信的论证之外 也存在着一些毛病 比如说观点重复 主题先行 行文有点繁杂的毛病 当然这些毛病 瑕不言喻 并不能掩盖 遍布全书的洞见的光芒 本书的作者认为呢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是因为大多数 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 都专注于做对的事情 但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呢 其实是 为什么会做错 国家之所以会做错 之所以会失败 而大部分呢 又不是因为地理文化等因素 而是因为掌权者 他要故意做出的选择 要制造落后的选择 而他们这样的选择呢 并非仅仅是无知 或者无心犯错 而是有意做错 国家可以甚至必须失败 如果这样能够帮助掌权者成功的话 所以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就是 历史及现实中的国家的失败 主要是制度的失败 而这种制度呢 也并非掌权者的无心之失 这种制度的失败呢 主要体现在 统治者主要采取 榨取式的制度 而非广大型的制度 而我们都知道 一般来讲 制度包括政治与经济制度 那么这种广大型的经济制度呢 它强化财产权 打造公平规则 鼓励创新与投资 形成持续的经济增长 并且仍然可以均享增长代表的利好 而榨取式的经济制度呢 与之对立 这种制度是一种少数人榨取 多数人资源的体系 既无法保障财产权 也不为经济活动提供真正有效的激励 那么再说政治制度 像广纳型经济制度 与广纳型政治制度是互为支持的 一般来讲 广纳型的政治制度 它拥有多元的政治体系 人们可以自由的竞争 政治公职 而选举权呢 也是普及的 新的政治领袖 有机会去角着最高权力 有机会和平崛起 国家呢 有适度的政治集权 集中的集 同时呢 建立法治 Rule of Law 为财产权 及广纳型市场制度奠地基础 比较理想的政治制度 而与之对立的这一面呢 是榨取式经济制度 也与榨取式政治制度互为支持 在权力分配上 榨取式政治制度将权力 集中于少数人手中 而这些人呢 为私利推动榨取式经济发展 并用所获得的资源 巩固自身的政治权力 我们来审视一下 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 我们是广纳型的 还是榨取式的经济制度 与政治制度呢 我想朋友们 可能人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需要强调的是 其实榨取式制度 并非就意味着一定经济萧条 或者一定不繁荣 在一段时期内 由于集中资源办大事 榨取式的制度 也可能获得令人瞩目的增长 比如说1950年代 到1970年代的苏联 就是典型 在1950年代 到1970年代的苏联 还是获得了 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的 当时赫洛晓夫 有句名言就是 我们要发财 我们要用共产主义 来击败资本主义 等共产主义 发展的足够强大了之后 我们买下西方吧 可是呢 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 是无法持久的 那么这也有两个关键 第一 持久的经济增长 需要创新 而创新呢 又与创造性破坏 并不可分 创造性破坏 我们在讲 优本的一新品里提到过 这个是约瑟夫 熊比特 发明的一个术语 所谓创造性破坏呢 就是指新技术 与新产业的进步 对旧技术 与旧产业的冲击 及破坏 而持久的经济增长呢 必须需要创新 也需要创造性破坏 而创造性破坏呢 不但在经济上 会以新代旧 在政治上 也会颠覆 既有的权力关系 因此呢 在榨取式制度下的精英 他们总是会 抗拒创新 抗拒创造性破坏 从而无法为 持久的经济增长 提供动力 这是第一个关键 第二个关键 在榨取式制度下 政治权力是团体 与个人都垂涎三尺的目标 人们都争相去 想夺取政治权力 可是呢 在缺乏法治 就是缺乏 Rule of Law的情况下面 规则不透明 个人权力 没有保障的状况下 对政治权力的 野蛮的这种追逐 往往也变成功斗 甚至可能将社会 推向政治动荡 从而葬送 经济发展的成果 所以由于这两个因素 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 是无法持久的 人们就可能要问了 那么 不管是广纳型 还是榨取式的制度 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呢 作者认为呢 一般来讲 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 而不是相反 不像我们说的是什么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个作者 他是凡马列的 他认为 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 而不是相反 而政治制度的形成呢 又取决于过去 尤其是过去的差异 取决于历史 历史上的差异 有时只是非常小的差异 却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制度 比如 在15到16世纪 英国 法国 与西班牙 都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但是呢 它们也有微小的差异 比如说 英国王室 对海外贸易的掌控 非常虚弱 这导致 在这一期 海外贸易中 得力的群体 是王室的对抗者 而非王室自己 也由此呢 催生了英国的 宪政制度 而在法国与西班牙呢 海外贸易主要由 王室来掌控 皇家来掌控 而这一期间呢 通过海外贸易 获得了经济发展的 大部分利好 都有王室 垄断 于是呢 使法国与西班牙 在17世纪 走上与英国 完全不同的道路 而政治制度的改变 或转型呢 很大程度上面 也取决于 关键时期 尤其是社会 既有政治与经济制度 绷茧的 关键时期 而关键时期呢 往往又由 一系列 大事件的限定 比如说 在14世纪 导致欧洲 近半数人口死亡的 黑死病 就是西欧的 传统封建制度 走向的瓦解 再比如 15世纪之后 大西洋贸易路线的打开 为许多西欧国家 创造了 巨大的获利机会 再如 18世纪的 工业革命 为全世界的 经济结构 带来快速 又具破坏性的改变 奠定了 延民至今的 世界各国之间的 贫富 不平等的格局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这么说的作者 特别指出 在国家制度的 形成与转型上 小差异 与偶然性 扮演了非常 关键的角色 而任何 历史决定论的 解释 也就是说 建立在地理决定论 或者文化决定论 或者伪的英雄 决定论 或者其他 种种历史命定 因素之上的 论述都是不恰当的 正因如此 要预测 一个国家的制度 转型非常困难 这也让我们 想到了一个 著名的独裁政权 测不准定律 什么叫 测不准定律呢 就是如果我们 知道一个 独裁国家 它什么时候垮掉 那我们可能 就并不能够 知道 它是以何种 方式垮掉 如果我们 能够知道 一个独裁国家 将以什么样的 方式垮掉 但我们就 测不到 它会是在 哪一天倒掉 所谓 独裁政权的 测不准定律 而这测不准定律呢 正是跟国家 为什么会失败的 作者提出来的 就是说 任何历史决定中的解释 去解释 国家制度的 形成与转型 都是不恰当的 因为在 一个国家的 制度形成 转型上 小差异 与偶然性 扮演了 很重要的角色 当然 人们也不能够忽视 趋势 就是社会眼睛的趋势 事件潮流 所谓 好好伤伤 顺我者昌 立我者亡的 这种事件潮流 时代趋势 但是在这个趋势与大潮 之上呢 那么 往往 这个国家制度的 形成与转型 还取决于 满细微的 差异 与一些 非常关键的 偶然性 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 唯物主义历史论 很大程度上面 也是一种宿命论 从原始社会 到封建社会 到质物主义社会 再到共产主义社会 历史发展的 这几大阶段 其实是命定的 他认为历史呢 有发展规律 历史是不是 有发展规律呢 可能人人的 渐渐是不一样的 但至少我认为 就是说 社会的眼睛 它并没有 历史决定论 如果感兴趣呢 朋友们还可以去 阅读 有一本批评 历史决定论 非常棒的一本书 是波普尔写的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好 我们说回来 还是说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吧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这本书 其实它主要要 抨击的理论 并不完全是 历史决定论 而是 威权式成长论 就是说 你看威权国家好啊 集中力量办大事啊 他们人民素质低 所以统治者呢 要更强劲 要用一些非常措施 来促进 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然后物质进步 经济增长之后 威权也会随着 时代的进步 经济的发展 来全球化 信息化 网络化 然后呢 它也变得更加开明 这就是所谓的 威权式成长论 威权式成长论 如今最强力的论举 不再是前苏联 曾经前苏联 是威权式成长论的 最强力的论举 而如今呢 是咱们中国 因为呢 中国在冰封 政治 在把冻结政治自由的技术上面 打开了经济门 也迎来了 数十年的强劲增长 至少有三十多年的强劲增长 而中国模式呢 也成为海内外 热议的命题 打过绝取 中国模式 而这个中国模式呢 也为威权式成长 提供了 不可多得的素材 但是国家 为什么会失败的 这书的作者认为 中国之所以成长 乃是因为 邓小平改革了 原先的 榨取式的经济制度 初步释放市场经济的能量 盘活 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产生了追赶效应 所谓追赶效应呢 就是说 相对贫穷的国家 它本来缺乏资本与技术 生产率也低 那么少量的资本与技术投入 即会大大提高其生产率 也有了一下后发优势 与此相比 富国增加的资本与技术投入 相对生产率只有较小影响 因此呢 在控制住其他变量相似的情况下 例如用于投资的GDP 百分比10 那么穷国往往增长的 还比富国快 所谓的追赶效应 或者后发优势 在80年代 中国的迅速腾飞 有这样一个追赶效应在里面 此外呢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 中国的信息发展 也极大受益于 外国的市场资金与技术 但是必须强调的是 中国的经济成长 它仍然是榨取式的 政治制度的产品 尽管官方也倉导 技术进步与企业创新 但真正推动经济的 却仍然是国家主导的 快速的 大规模的直接投资 而不是依靠 技术进步 和真正的创造发明 创造性破坏 于是同时呢 财产权在中国 还不是完全可靠 完全有保障的 那么应该承认 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制度呢 确实比前苏联更有广大性 而执政者呢 也不再强行的 像前苏联一样 将所有的重要资源 都分配到军工与重工业上 但是呢 中国目前的政治与经济制度 仍然是全能主义的 国家掌握着 整个社会的大部分资源 以及掌握着整个国家的 官僚体系 军队和媒体 基于商务分析呢 作者认为 如果制度不能够变革 那么中国的经济的衰退 是迟早的事 这是别人写在2012年的书啊 那么现在中国经济的衰退 已经是很明显的到来了 而是作者的预言 建立在这样的判断 他说 一个榨取式制度的成长 终究是有极限的 在达到极限之前 中国若能转向 广纳性制度衰退 也可能能够避免 但是呢 想要中国自动 或者毫无痛苦 毫无成本的 从榨取式制度 转型为广纳性制度 实在有点 圆木求鱼的浪漫哦 今天的讲述 可能有点严肃 朋友们 若听着 稍微有一点困惑 可以回头再听一遍 或者呢 去检索这本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可以去进一步的阅读 当然能够买到 港台版最好 因为大陆的是 有部分三节的 这本国家 为什么会失败 个人觉得呢 他当然稍微 有一点简化论述 就是用一朝鲜 走遍天的 这种简化论述的 这种毛病 但是呢 由于他的具备的 这个广阔的视角 历史比较的 社会比较的 地缘政治比较的 视野 也比较独特的切入点 还是比较尖锐和细腻的 对我们当代 中国大陆的读者来讲呢 也是可以读的 一本不错的 有价值的书 而关于国家 为什么会失败 这样的话题呢 当然也不是 这一本书 能够穷尽的 我想朋友们 自己也可以 动手去寻找答案 看看我们所 身处的这个国家 是否正处在 失败之路 或者呢 是否正走向 成功之路 感谢各位收听 本期失败巨蛋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咯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